讲说美国很会闪 那日本也要躲呢 一讲到这种敏感的议题的时候 你看看日本要怎么对台湾呢 不挺吗 我们都花了好多的钱在做的事情 怎么不好好的挺一下台湾 今天我们首先呢就请教这个蔡委员了 日本大阪即将要举行一场活动 是在2025年 那这个世界博览会 当然会邀请很多的国家共同来参与 而是呢 台湾方面经济部有编列了20亿元的预算 也希望能够带着台湾的厂商到那儿去参展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传出来说不能够用台湾 或者是甚至是Formosa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挂名为玉山数位科技诸事会社参加 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质疑了 那么但是呢 你看玉山科技 这个我蛮熟悉的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他倒是赶快来解释了 他说要怪就要去怪中国的打压 他这样讲 中国的打压让台湾国际处境困难 很多事不可能一步到位 可是日本不是跟我们关系非常的好吗 我们民进党政府不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吗 可是就连一个所谓的世界博览会 我们都不能够用台湾的名义参加 这算什么朋友呢 2010年大家记忆犹新吧 当时在大陆的上海举行的一个世界博览会 对 一样的同一个单位只是不同城市在举办 这个博览会里面 它有分好多区域 比如说国家展览区 以国家为名义的 那也有以城市为名义的 城市博览区 那也有企业区 它分了好几个块 我有去看 你有看 非常精彩 这个就是世界博览会的传统 那我们当时台湾呢 有没有叫台湾馆 有的 天灯馆 就在这儿 来复习一下大家的记忆 就是这个 当时天灯馆也非常轰动 那我们天灯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就在国家馆的馆区的 靠近大门的正右边 大家应该记住了 等于是当时在上海 我们挑的地点很多人都很羡慕 因为有两个理由 因为我们的那个馆没有像烧地阿拉伯那么大 也没有像那个美国馆搞的那个 有点像爆发户一样子的 那也没有像英国馆搞的那么艺术型 可是非常符合台湾对天灯的记忆 而且里面用的一些立体的多媒体影片 做的非常的成功 大陆人占不绝口 各国人士进去占不绝口 每一次门前都排了一大堆人 什么各种人种都有了 都在排队看台湾馆 那为什么经过15年以后 不能用台湾馆的名义来作战 而且还在日本 我们那时候上海在中国大陆的上海 上海大家都知道 是大陆的首席经济首都 那这个苏貞昌说我们不能一步到位 这个叫一步到位吗 是一步大退步吧 大大的退好几步嘛 那为什么造成这种大大退好几步呢 原因在哪里我们总该要问一下 那你说是大陆打压 那就怪了 我们到大陆去举办大陆不打压 怎么跑到日本的时候大陆来打压 这不是很奇怪 这很令人纳闷 那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总该问一下吧 像医生看病总该找出病因在哪里 这不成逻辑 我到大陆去他不打压 结果他日本去 日本不但没有保护我 而且还大陆打压我 这个理由会不会太怪了一点 再来 上一次我们搞天灯馆的时候 其实还有个台北馆 那台北馆我所了解是 鸿海郭台铭出了不少钱 我们这个天灯馆 政府辩论预算也没有特别多 还是很多企业赞助的 大概点的出名来都会有 都赞助了天灯馆 那回过头来 这一次好像也没什么能赞助 我们自己要出20亿去搞个 搞个御山馆 而且摆在企业展览区 不是国家的展览区 奇怪啦 201年我们到上海去 不然他把我们摆在国家区 虽然是有人说 比较刻意比较旁边一点 哎呀老天旁边 刚好在大马路旁边更好 所以这个东西无法解释 那你现在苏振章 都推给中国大陆打压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 那些主办当代是谁 不是大阪吗 大阪不是日本吗 日本啊对 那日本 我们现在台湾有事了 日本有没有事啊 帮忙个忙吧 我们SOS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大阪市长 我忘了他名字了 大阪知事 奇怪啦 怎么没有理我们啊 这个事情会搞个什么 御山什么公司 他日本叫舒适会社 对 御山科技舒适 御山我也很喜欢 我也爬上去过 我很喜欢御山 那用御山我没有意见 那可是有御山也应该有台湾啊 你怎么没有呢 你弄两个馆也可以啊 我们上次都有台北馆嘛 对那印象很深刻 也有什么什么 我澳大海的公司的馆都有 连正代的行动有个馆 你别忘记了 那 那现在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你现在不能推多拉啦 好像你事情办不好 都是北人的事 那你呢 对 朱贞昌你的责任啊 是啊 还有那个经济部 敖美花你的责任啊 给我们个答案嘛 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 那干脆不要办啦 我们干脆不要搞什么 御山馆 就干脆去干什么呢 我们想办法去再那个 这次不办 下一次如果日本还有活动 我们就在 在场外办一个就好了 对 这好像很奇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他有签这个什么 叫做不投降承诺书 对不对 你现在不投降承诺书吗 很标准的投降承诺书 你整天告诉人家签 不投降承诺书 你怎么在这个案子里面 率先投降啊 民进党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现在搞不懂 那如果你有大陆打压 你把证据拿出来告诉国人 还是说大陆 透过国际展览局 我跟各位解释 世界博览会不能轻易放弃的战场 它是人类在中世纪就出现的博览会 只是在1851年 伦敦博览会正式登场而已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百事不解 所以这是 其实我们在花了20亿元 那当然这个钱 算是花的值得吗 其实说真的 这是会让人蛮失望的 因为是有对照的 对不对 施老师 要不是因为有一个上海士博 当时有这么大的一个台湾馆 让大家看见 那还真是没有什么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现在是一比 然后就见高下 所以刚才这个蔡委员在那边说 苏贞昌形容 这是说不可能一步到位 什么一步到位 这叫做大步倒退啊 那倒退之外呢 那当然你看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说 政府应该要继续向这个主办的单位 国际展览局争取 真的没办法以台湾为名 那干脆不要去了 改变个形式 在场外 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空间 办个台湾展览会吧 一定要让台湾 让大家看见 但是呢 这个知名媒体人赵少康 他就说 那你就别再讲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了吧 这种根本就是在说大话 玉山算什么 玉山是高粱酒吗 玉山在台湾 有玉山银行吗 所以用一个玉山的名义去参展 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而且如果日本担心 挡不了大陆方面的抗疫 或者是来自于大陆方面的压力的话 那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大家就不妨想想看 你觉得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台海真的发生战争了的话 他真的连这样子的事情 他都没办法挡 他觉得很有压力了 那到时候真的是开战 日本会真的来帮台湾吗 想也知道啊 施老师 用起来用在刀口 这次应该是被大哥坑了 我说今天被大哥坑了 被日本坑了 是说如果今天是中国打压 那没话讲嘛 对不对 更何况上海 其实也算有一种种灰色地 让有面子 这些结果是日本 我觉得是因为是被看破手脚 大家还记得上次东京奥运会有没有 日本人有像 也要不要借这个机会用台湾嘛 对用台湾的这个有机会 可以用的话都用嘛 因为我们有台澎金嘛 等等好多名字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可能有时候 可能很难上啦 OK 但是那个时候民进党是怎么样呢 是禁止民进党的党员 公职人员去上那样的 巡回演讲的那种场子啊 好OK 你知道上去可能就开除了啊 所以你这样 你既然自己是自反而说的时候 你看日本人是把你当作什么呢 你自己就不尊重自己 我想不要用御山了 用新高山好了嘛 我们知道 新高山是日本的山 新高山好 同一个山不同名字 想一下 因为我们 我念台中御宗是 你知道日本时代都是日本人的嘛 但是只有台中御宗是我们自己出钱的啊 那时候叫台中御宗 那又分到天皇 他们要来台湾的时候 一二三是这样排嘛 一中二中排那日本人的总统就说不要用一啦 你看日本一是我们日本人的啊 那后来我们就改为就是新高山嘛 玉山嘛对不对啊 已经倒退到日本时代啊 一百年前啊太扯了啦 OK我讲说 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里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日本人向来就是所谓有视周边 他们是有点讲富裕 很含糊其词 因为这个已经讲很久了 所谓的周边 他说不是地理位置 是包括到相对的马六甲海峡 这整个都是啦 OK好那当然这两年讲得比较清楚 但是这些 你看到这些首相都是事务官的 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gut的 不太愿意啦 不太愿意表态啦 当然我觉得本质上 日本心中没有台湾 没有台湾人 没有台湾人 只有台湾而已啦 而且台湾是他过去的殖民地啦 所以呢他根本不care我嘛 我坦白讲啦 日本人实在是看我们 但是问题就是台湾人自己没路用嘛 民进党就是这个样子嘛 被美国人踹 被日本人踢都无所谓嘛 OK四好啦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